而这个为期三天的俄罗斯总统大选投票即将结束 旅居我国的超过500名合格选民 从今早8点开始到吉隆坡得俄罗斯大使馆旅行公民责任 根据通报 投票的过程进展顺利 选民反应也令人鼓舞 俄罗斯驻马来西亚大使拉特波夫受访时指出 这些选民主要投身于科技在内的专业领域 显示两国的商贸合作关系稳固 相信未来也会不断深化 除此之外 俄罗斯也有不少留学生在我国深造 并在今天投下手中一票 数据显示 俄罗斯的人口总数达到1亿4500万人 其中1亿1200万名18岁以上的合格选民 可以从4名候选人当中投选主义的下一任国家领导人 选取结果预计在3月28号前揭晓